春天来了 小溪里的冰雪开始融化 溪水茫茫碌碌地向下游流去 仿佛带着久别的归情 流向大江大河湖泊海洋 溪水在地上又在天上 它们架着云层降落在田野 山川森林 川西平原和青藏高原 还有让人难忘的日月山顶 那是文成公主进藏的地方 也是我生活过的地方 每当溪水从天而降 湿润了我的头发 我就回忆起在日月山和她的相遇 那时我眺望远方 仿佛看到了长安城内的灯火 低头又回到了游灯下 读书的地方 溪水在循环 生命也在循环 春天的小夕 作者望虎小舟 读汪蓉蓉 你失去了望日的宁静 不负在我面前小亭 匆匆匆别去 带着那份归情 你曾驾着春风 和我相约在日月山顶 陪我望穿长安书院的亮光 帮我读出油灯下的身影 走完了地面的路 看全了天空的云 循环在天地之间 留下一片树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